武漢部隊在巴赫姆特前線 以2S封線子5自走炮攻擊俄軍陣地 俄軍隊巴赫姆特的主要攻勢 自去年8月展開 是開戰以來最血腥冗長的一戰 俄羅斯雍艇組織瓦格納集團首腦8號宣稱 俄軍已經佔領了巴赫姆特東部 乌國總統澤民司機警告 若失去巴赫姆特的敵軍就能夠長距直入 打動一條通往烏克蘭其他城鎮的道路 北約命書長坦言 巴赫姆特可能幾天內就會失守 但是也強調這不代表戰爭的轉捩點 在西方國家支援下 雙方持續在前線對峙 無軍無人機發現了一輛俄國的T-72坦克 而後方指揮部利用了美軍提供的M982神箭 精準炮彈擊中 坦克瞬間爆炸 並且持續的炫爆燃燒 烏克蘭總統澤民司機持續的對外球員 同時邀請美國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訪問基輔 不但遭到了對方拒絕 同時也重申立場表示他支持烏克蘭 但不支持開出空白支票 另外輸送俄國天然氣到歐洲的管線遭的破壞 是戰爭爆發以來最大的謎團之一 美方根據秦司研判是親烏克蘭的團體所為 且動手的是一個六人的小組 克里姆林公則影射美國根本是幕後黑手 認為這是媒體騙局的一部分 記者綜合不倒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GO 掃一下